Lyze曾與Anton近日前往紐約度假 在甘納迪國際機場卻遭到私生犯尾隨 粉絲發現Anton一舉一動 都被某幾個知名粉絲站拍下 這些私生犯在網路上發布的多張照片中 能看到Anton只是鏡頭 臉上面無表情 明顯能看得出來Anton知道自己被拍 據傳私生犯根基一路到紐約 侵犯Anton的隱私也毀了他難得的假期 讓喜愛Anton的粉絲氣炸 紛紛諾罵私生犯太過分 Anton來到紐約是為了放鬆和家人一起過節 但從頭到尾都被私生騷擾 真的令人毛骨悚然 粉絲們也呼籲尊重偶像 私人假期不應該去打擾他 而且這也已經是犯罪的程度 希望公司能出面保護藝人 總結束 至少